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擲器後面放兩個 這個叫什麼 比較器 然後接著把按鈕放在這個 投擲器上 然後在上面鋪紅石 要怎麼把東西放到這上面呢 因為你平常對它點右鍵是把它打開 你只要按著Shift潛行就好了 像這樣子 就可以放在上面了 OK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這是一個 很簡單的免活塞按鈕雙開關 然後這邊就可以放入一個 一個東西就好囉 然後你現在按一下 這邊就開了 再按一下 就換這邊開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對 你當然也可以讓它 只要從一邊輸出就好 但是記得喔 一定要用中繼器去 把它延長 因為不然它平常是只會輸出 一個訊號的喔 所以當你用中繼器延長之後 它就可以輸出到很遠的地方了 像這樣子 OK 那 大家會問說那為什麼不兩個 兩個投擲器對放就好呢 那我現在來示範 示範一下 兩個投擲器對放的話 我在這邊放一個按鈕 在這邊也放一個按鈕 在這邊也放一個紅石比較器 然後在這邊放入一個物品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按一下 它還是會在這邊 再按一下 它還是會在這邊 可是按這邊呢 它就過來了 按這邊呢 它就過來了 但我們覺得這個東西很眼熟 眼熟 這個叫做RS鎖存器 我之前有教過 不過那個面積有點大 現在我們可以用更小的 方式來做這個RS鎖存器囉 這個是單向的單行道電路 大家這樣聽得懂嗎 OK 那最後我附上一個 之前教過的那個二乘一的隱藏門 那那個是不是有一點 有點複雜呢 那我今天教大家做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 而且今天可以進階到 是 二乘二 非常的簡單 首先我們就把黏性火塞放成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放上我們的 門口的填充物 接著呢 我們在上面鋪起來 全部鋪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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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在這邊放上一個中進器 這邊也放上一個中進器 中進器調到第三格 三Tick的位置 然後這邊放滿紅石 最後呢 最重要的是在這邊放上兩個紅石比較器 不要問我為什麼 哈哈 反正放了就對了 接著呢 我們再把電路接到我們要開關的位置 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用的是控制桿 像這樣子 OK 我們完成了 就像這樣子 哇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啊 我自己也覺得有點簡單啊 這樣子 大家可以輕易的做出隱藏門了呢 哈哈 那這個就可以搭配我剛剛教的這個 簡單的按鈕開關 然後做一個很棒的隱藏門 那你只要把一半打掉 它就是一個 二乘一囉 那今天是 附贈給大家的 哈哈 大家在1.5之後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隱藏門囉 OK 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玩紅石玩得愉快喔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評論告訴我喔 我會盡量回答你的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